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呢我们又来看一个这个煮一盆啊 这个煮一盆的用户他说是通电不加热啊 他这个插头都还绑得好好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看啊 这个我已经插上电了啊确实是通电 这个按进来都还可以啊 但是呢 我也就不试有能不能加热了啊 我就直接拆开看一下啊 好这个煮一盆我们已经打开了啊 因为他通电了 所以说这个供电这一块我们都不用看了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加热这个地方我们来检查啊 当然这个地方都是加热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首先要查的就是这个加热这个东西本身有没有损坏啊 他就是有两个这种PTC加热板啊 我们就测量一下这个加热板 假如加热板是好的话 我们就测这个加热板这个线两端有没有这个电压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加热板呢 他是有两块这个加热板定点啊 就是说你看这边啊 这边有一块加热板啊 这边有一块加热板 而加热的时候这个水啊 他这里应该是一个水棒 就是说这个水应该在里面循环 这个水流过这里的时候就会被加热啊 这个加热板发热之后这个水从这个加热板 这个中间应该是一个水管啊 从这里面流过就会加热 大家可以看他这个加热板呢 有四个头 那么他就是两块加热板一个并联使用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边这是两个头是一个加热板 这边两个头是一个加热板 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个线头啊 我们看啊最后到哪去啊 这两个加热板应该是一个并联关系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线头啊 我们可以捋一捋看他是到哪去了啊 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线啊 看这一根线啊 是从这里 就是就是这两根线 这两根线我拔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看这两个线就是这里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线啊 这个头子我已经拔出来了啊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板上面写的也有加热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加热啊 那说明这两个头子啊 就是这个嗯 加热板的供电啊 那么我们现在测下这两个头子之间有没有阻值啊 正常的话这个加热板如果是好的话 它是有有这个阻值的啊 我们来测一下看啊 我们就用万元表这个1k 2k档都可以啊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 呃两个头子之间啊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万元表啊 我调的是2k档 我来测一下这两个头子啊 这表示没问题的 我们测一下这两个插头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开动状态 那又说明这个加热板 呃没有加热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这个加热板坏了啊 第二是这个线路中可能还串接了有这个温控远见啊 也可能这个温控远见坏了 也就是说这个220伏电肯定是到了这两个插头上面 但是这个电呢就没有加到这个加热板上面啊 有可能是这个中途有这个呃 这个这个温控远见啊 温控保护远见 有可能就是这个发热板本身坏了啊 那么这个温控远见呢 一般他都会 因为他要感测这个加热板的温度 他会他会贴着这个这个这个发热板装啊 那么我们就找一下看啊 这个下面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下面就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温度保险一样的东西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看啊 我们把它拆出来给大家看吧 我把它拆下来啊 嗯大家可以上上面写的有啊 250伏5安70摄氏度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超过这个70摄氏度 它就会熔断啊 那么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呃 温控远见 看是不是好的 那么测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这个就用直接用风名档测试啊 大家听一下这个望远表的声音 如果能想的话证明它是好的 如果不能想的话证明它就是坏了啊 大家看这个东西是好的啊 刚才不是测了这个温控保险的话没有损坏 那么我们只能怀疑这个发热体损坏了啊 嗯我把这两个线头拨出来了啊 我用望远表测了一下 那也是真的损坏了啊 嗯说明这个发热板里面烧了啊 这个发热体里面这个 这个发热丝肯定烧断了啊 嗯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要更换这个东西 到时候看用户换不换啊 我刚才也在网上看了一下 这个东西买的话 还是20块钱的样子 那么本期的这个视频呢 嗯虽然这个东西没有修好 但是我们找出问题了啊 好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哦 哦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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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